下周的新闻重点是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访台 将会与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展开二度王张会 张志军这次来台将不会到台北市 那么他会到哪些地方见哪些人呢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张志军的行程 他在25号来到台湾以后从桃园机场进国门 随后就跟王玉琪见面举行两岸事务首长的会议 隔天26号要到新北市见朱立伦 见了朱立伦以后朱立伦还陪同他去参观台湾的公托中心 还有要与原住民来座谈 27号到南台湾和南霸天高雄市长陈菊见面 两人会谈些什么 陈菊说没有预设主随客变 而在高雄张志军还会访问灾后重建的小林村 还有佛光山 比较特别的是张志军会在一手大学和学生面对面座谈 而到了28号最后一站则是到台中 会见的是台中市长胡志强 那么最后再参访陆港的天后宫之后 再到桃园搭机离开台湾 但是台湾方面 这回张志军来访相较于过去大陆海协会前会长陈允林访台的时候 那时候民进党是遍地开花的激烈抗争 这一次民进党改变态度了 党主席蔡英文还曾经说 愿意和张志军见面 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团体 他们今天扬言要当面向张志军抗议